大家好,我是老军,我也来了 那上一期视频我们讲了,如果经济进入衰退 那一类公司他们有可能可以度过这一个衰退 那主要我们是从两个角度去看 第一个角度就是这一类公司 他手里有多少的一个现金 这是第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就是从运营那个角度去看 这一类公司他的一个现金流 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 如果公司的一个现金流是负的 那么那就意味着这一类公司非常有可能 在未来的四到六个季度之后 那么会有再有这一个必要去市场上去进行融资 或者说被收购 或者说就进行破产 那么因为他们手里的资金不足以去让他们支撑 那么接下去的四到五个季度 那么如何去找出这一些数据 那么如何去判断这一家公司 是不是可以度过下一个金融危机 那么大家感兴趣小伙伴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上周的一个视频 那连接的话我也会放在下面的留言区里面 那么这一期视频的话 那我们主要通过讲一下特斯拉的一个财报和Airbnb的一个财报 那么去找出一些在财报里面一些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些数据 而这些数据在每一家公司的一个财报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 那希望这一期视频大家看完之后 那以后无论去看任何一家公司的一个财报 我们起码都可以通过去看一些指标 可以对这一家公司的一个运营的一个能力可以了解一二 而且我们可以非常迅速的去找到这一些讯息 好吧 首先的话先来看一下特斯拉的一个财报 首先我们这边看的一个报表的一个名字叫statement of operations 所以在这一张报表里面我们一共要找到以下几组非常重要的数据 第一组数据revenue营收 那么第二组数据cost of revenue营收的一个成本 第三组数据growth profit毛利润 那第四组数据operating expense运营的一个花费 那第五组数据income from operations运营上面的一个盈利 然后最后一组数据就是net income公司的一个净盈利 这六组数据的话在任何一家公司的一个财报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 然后这一组数据 那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 首先每一家公司的话都会有一个盈利 我们叫revenue 其次有了盈利之后 每一家公司它都会有一个cost of revenue 就是产生这一个盈利所需要的一个成本是多少 取决于每家公司的一个性质不同 那如果是一些软件公司 它的一个成本相当是就低一点 那我对于那类公司的话 我们就叫做什么轻资产公司 那如果是造车的话 那比如说像特斯拉 那它的一个成本的话 相对来说就会高一点 那所以相对比相比起一些软件公司来说的话 特斯拉就属于偏重资产的那一类公司 好吧 所以第二类这是营收的一个成本 那我们如果把营收减去营收的一个成本 那我们接下去就可以得到第三项数据 gross profit毛利润 然后我们找到毛利润之后 接下去毛利润减去运营的一个费用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 那运营上面的一个盈利 那就是一个income from operations 那么而这一个运营上的一个费用 那其实还是可以再细分的 待会讲alb财报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把它细分出来 然后最后从盈利到达净盈利 income到达net income 那中间的话就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费用 那比如说债务的一些利息 比如说一些税收 那么所以我们最后把数字带进去 那特斯拉第一季度总共的一个营收在18.7个billion 那然后总共的一个营收成本是多少 13.29个billion 所以18.756减去13.269 得出来的就是5.46 这个5.46就是gross profit毛利润 那然后毛利润减去特斯拉总共所有的 那么运营上面的一个费用在1.581.857个billion 那最后我们得出来特斯拉在运营上面的一个盈利在3.6个billion 36亿美金 那然后减去我说的前面说减去一些除去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费用 一些债务 那债务上的一些利息包括一些税收 那最后那特斯拉一季度的一个净盈利在33亿美金 那然后我们快速聊一下特斯拉的一个特色在哪 那主要的话是两点 第一点是他那个gross margin什么是gross margin 毛利润除以一个营收 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五个季度特斯拉的一个gross margin 毛利润率的话是一直在增加 而这一个季度最新一个季度的话是在29.1 同比的话是在21.3 那妥妥的增加了将近要780个几点 那这背后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这背后说明那特斯拉在增加营收的一个同时 他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成本相对的一个比例的话在下降 那这就是他们量产的一个能力 然后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他们的一个operating margin 什么是operating margin 就是他们运营上面的一个盈利去除以他们的一个营收 那么对于一般的公司来说的话 他的一个营收越高 那他在运营上的一个花费的话就越高 但是特斯拉绝对是一个特例 为什么是一个特例 我们看一下那2022年一季度特斯拉的一个营收在18.7个billion 那么而他们总共上运营上面的一个费用在多少 1.857个billion 而同比那2021年一季度的时候运营上面的一个花费在1.6个billion 而他们的一个营收却只有10.3个billion 营收的一个增长在81% 那么而运营上面的一个花费增长才15% 那这说明什么 这充分体现了特斯拉在运营上面的一个效率是非常非常夸张 那么所以哪一类公司是比较好的公司 那么我们需要看到他的一个growth margin在增长 我们还需要看到他的一个operating margin也在增长 然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为什么特斯拉的一个估值 或者为什么特斯拉的一个pe那么高 那我们这边举两个例 举一个例子 然后这个例子里面的话有两家公司 第一家是公司a 第二家是公司b 那么然后公司a第一年的一个盈利 我们说的一个operating income运营上面的一个盈利 那第一年的话在一刀 那一刀 然后第二年的话两刀 第三年四刀 第四年八刀 第五年十六刀 而公司b的话 第一年运营上面的一个盈利 operating income 一百刀 那第二年一百零一刀 第三年一百零二 第四年一百零三刀 第五年一百零四刀 我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首先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在啊大多数的情况下 公司a还是公司b 他们的一个估值 那更高 我们这边用的一个估值 如果我们去看pe的话 好吗 就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那我假设大家已经思考过了 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公司a的一个估值 或者公司a的一个pe 一定会比公司b的一个pe要高 那为什么 因为它盈利的一个体量重要吗 就是一百一个是一百公司b的话 是一百公司a的话是一 这个其实不是非常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是他这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速非常重要 对吧 我们再举个例子 假设公司b的一个七点 起点的一个pe的话在20倍 那而公司a起点的一个pe的话在400倍 那我们这边聊的是pe 就是他们的一个市盈率 两家公司的一个市盈率 那么这是当下好吗 所以然后在第二年的话 公司a的一个市盈率是多少 假设什么事情都不变 然后他的一个股价也不变 那么那公司a他在第二年的一个市盈率 就是在两百倍 那然而那公司b因为他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长 其实非常非常慢 这个盈利增长就只有1% 那所以差不多他在第二年 他的一个市盈率在19.8倍 那同理这接下去几年的话 我就初步算一下 那公司a就非常简单的 第三年的话一百倍 第四年的话五十倍 因为是一直除以二除以二到第五年的话 公司a的一个pe就是在25倍了 那么而公司b呢 可能这边的话是19.6倍 然后19.4倍 然后19.2倍啊 这边我的头像可能遮掉了 这边是19.2倍 那所以如果再顺着这个逻辑下去的话 非常有可能在第六年 公司a的一个pe就要比公司b的一个pe的话就要低了 好吧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pe的时候 他pe我们要了解到 他其实是一个后视镜 然后我们看的是这家公司在过去12个月里面 他的一个盈利是多少 然后拿他的一个估值 那么去处理他的一个盈利 但是pe他其实没有反应的是什么 他没有反应的是这一家公司 他未来盈利的一个增长率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特斯拉的一个pe的话会那么高 那么因为特斯拉未来他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长率非常高 那所以相对于pe的话 有另外一个指标 那么是有一个前瞻性的一个指引性的 这个指标的话叫peg peg 那这一家这个指标peg ratio就是把这家公司未来盈利的一个增速给考虑进去 他等于是向前看 而pe的话是看后视镜 pe的话是向后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airbnb 这是airbnb一季度的一个财报 这边是和和特斯拉是一样 是statement of operations 那前面我们说的有六个指标 那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在airbnb财报里面这六个指标分别是多少 那首先第一个营收营收的话是1.5个billion 那其次第二个是那cost of revenue 营收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成本是多少 营收成本的话是362 million 3.62亿美金 那么在airbnb财报里面的话有一点可能比较奇怪就是他们这边没有一个growth profit 他没有一个毛利润 那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拿这个1.058减去0.362的话 那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毛利润 差不多是在1.146左右 好吧单位的话是billion 然后接下去啊 运营的一个支持operations and support 那么啊product development 那产品的一个开发 营销和普通的一个人工成本 其实这四项全部加一起啊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op x 什么是op x 就是运营上的一个花费operational expense 啊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把这四项全部加一起的话 Airbnb在一季度他的一个 那命运上的一个花费在1.151 那个单位的话是billion 好吧 所以我们基本上把毛利润什么是毛利润1.146这个数字 那我们把毛利润减去运营上的一个费用 那这边得到的其实是一个亏损 所以就是运营上的一个亏损 是哪一列呢 就是这边是哪一行呢 就是这一行loss from operations 那么一季度的话是负的 这边单位的话是million 就是等于是负的513万 那然后去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一个net loss 那么如果盈利的话最后就是一个net income 净营收 哦净盈利 然后如果是亏损的话最后就是net loss 那么净亏损 好吧 所以后 所以我最后再帮大家总结一下 在statements of operations这一份财报里面一共有 那么六项指标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那么哪六项指标 第一项指标的话 营收 那么第二项指标的话 营收的一个成本 或者说是cost of revenue 然后我们把营收减去 营收的一个成本得到的就是一个 第三项指标 毛利润growth profit 那么就是airbnb这边的1.146 虽然他们财报里面没有显现出来 但是这些的话是我们可以自己算出来的 所以营收减去营收成本等于毛利润 然后一旦我们有了毛利润之后 我们接下去就要去找这一家公司在运营上的一个花费是多少 那么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 一般呃运营上的一个花费主要是分三项 第一项的话是产品的一个开发 那第二项的话就是一个广告 然后或者说是一个营销 然后第三项的话就是普通的一些人工成本 GNA 那这三项是基本上在所有公司里面 非常普遍在运营上面的一个费用 然后取决于每家公司的性质不同 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运营上面的一些费用 那比如说对于airbnb来说的话 那他这边的话等于还有一个客服 那么而这一个客服的一个费用的话 其实并其实其实并不少 所以第四项 那或者第四个指标 运营上面的一个花费 所以我们有了运 找到了运营上面的一个花费 那我们拿毛利润减去运营上面的一个花费 我们就可以得到运营上面的一个亏损 或者是盈利 这是第五项指标 那么一旦我们有了第五项指标 运营上的一个亏损或者盈利 然后除去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一个net income 或者说是net loss 那么净盈利或者是净亏损 那么所以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一个逻辑之后 那么和这六个指标 我们再去看任何的一家公司 他们的一个statement of operations 都不会有非常大的一些问题 好吧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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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